为母埋儿 二十四孝之十三 朝代汉朝 孝子 郭炬 回来了 嗯 饭好了没 嗯 这就好了 你先去洗把脸 好 母亲 这 孩子还小 要多吃点 母亲 孩子还小 吃不了那么多 就是因为小 才要多吃点 吃饱了 才能快点长大 母亲总是把饭给孩子吃 自己吃不饱 怎么办 哎 也是 我们本来就穷 不能好好侍奉母亲 现在还让她吃不饱 我这心里啊 也不是滋味 孩子也挺可怜的 都三岁 看起来还不到两岁 也是吃不饱呀 你们在说什么呀 怎么还没睡 哦 这就去 这就去睡 等一下 我想到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我们可以 可以 把小孩子 埋掉 这怎么可以 我也舍不得 但是 如果小孩子在 母亲就会吃不饱 如果不在 她就会吃饱了 难道 就没有其他的方法了吗 我想了很久 只想到这个方法 好 埋掉它 这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好像是个罐子 怎么会有罐子呢 带我挖开看看 看来上天知道 我们要买掉孩子 连棺材都准备好了 想让我们把孩子 放在这个罐子里 唉 这里怎么会有黄金 天呀 这么多的金子 谁藏的 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要不我们曝光吧 毕竟 这金子来历不明 好 不一支 才不可取 不是我们的 我们也不能要 你看 罐子上面有字 做官的不可以取走 老百姓 也不能拿去 难道 难道 这是上天送给我们的 孩子有救了 母亲也有救了 郭聚因为孝顺母亲 而得到了上天赐予的黄金 从此就摆脱了贫困 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孝子百世之宗 人人天下之密 请不吝点赞